以前非常有名的 就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 他82歲的時候 取了這個翁帆 當時翁帆二十八歲 那他們的婚姻 其實到現在 因為楊振寧已經超過一百歲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翠芬 就是說為什麼老男人 這時候都還會有這樣的愛情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老男人的魅力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他們很不行 其實我周遭也有像 我們剛剛討論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也是老董 喜歡上周遭年輕的同仁那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其實通常都是身心靈 都保養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他們還蠻老當見異狀的 所以他們最不喜歡人家說他老 他們有不服輸的 老當異狀的老 不要給我講出來 以後叫一當異狀就好 其實他們真的不喜歡 不要講我老前輩 對 講我前輩就好 他們真的不喜歡人家說他老 也不要講我僵是老的辣 所以其實像這些 對 所以像這些年輕的女生 剛好相反 他們不會去講他老 他就會覺得你很厲害啊 你體力很好啊 他們都誤會你了 你根本就不是那樣 另外一個我會覺得啦 當一個人年紀大了之後 他是年紀大 但未必代表他對未來沒有憧憬 沒有企圖心 沒有那種想要年輕的心 尤其是像剛剛我們說的這個勞董 他想要創業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轉折 我要跟很多原配說 當你的另一半 他即使原來的事業 已經非常成功了 可是當他想要去再創一個事業 再做一個自我實現的時候 這時候是他最最最 就心理最容易轉折 最容易有外遇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如果全部的人都阻止 他說你不要去創業 我們現在這樣已經非常好了 而且你創業風險很高 你這樣創業 就是有去無回 他就要證明 我可以辦得到 我真的遇過很多勞董 遇到那種 他就說我辦得到 我可以 可是我這時候旁邊有個 就很年輕的嫩妻跟他講說 或女朋友跟他講說 我跟你說可以的 我們一起 然後我幫你 然後你看他就會從一個本來是沒有在他體系內的 立刻變成他身邊最重要的人 然後他立刻做直升機 變成權力核心 這個權力有多大 你覺得那個三十來歲的女生 這個就是說刻意去鼓舞這個老人 會 我遇過太多這種想要實現 想要創業 想要去做一些大家都反對的 特別是大家都反對的事情的人 旁邊這個人只要鼓舞他 總是你行的 對而且說你看你前面那麼成功 怎麼可能這次創業不成功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看衰你 他們根本就是不了解你 你是有能力的 而且我看到你非常有願景 我覺得你對那個棒球那麼熱情 一定很可以吸引很多人來的 在這種鼓舞下 他最想要的就是這個 那家裡那個原配呢 會跟他說什麼 會跟他講說你不要做了 我們已經辛苦了一輩子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幹嘛 這時候還去補一湯 你現在就是守成的時候 好好享受你老年的人生 又講到老 我不服老 我不要老 所以我其實會感覺 當一個人不想變老 他想要去創造他人生 第二春 第二事業 或是他想要大有可為的時候 你這時候阻擋他 所有的力量都會轉化成強大的動力 會把他推向那個年輕的女生 結婚了五十年 老夫老妻 到底是感情變好了 還是變不好 我覺得這很難講 他可能對他有一點親情 但是呢 愛情一定是沒有了 然後從這個年輕的女孩子身上 一定可以得到強烈的愛情 其實我們有太多 得到強烈的愛情 我們有太多研究 在年紀越大的時候 強烈的愛情 可以讓他們燃起生命的鬥志 而且可以讓他們身體變得更好 所以他們可以活得更久 不要以為他們很快就會 所謂身體 變得更好是怎樣 就是啊 我其實會覺得 像剛剛提到楊正寧跟翁帆 我覺得他在那個愛情的滋潤下 你看他活得 我們都覺得他年紀 當時就很大 就八十二歲 他現在已經到一百歲了 所以他反而他的人生可能就會有第二春 然後他其實在跟一個年輕的人相處的過程當中 他是會有很多感覺到重生的感覺 所以大家在看這件事的時候 我比較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比較會從他們各自的心理需求來看 到一個人還雄心壯志 然後老當益壯 然後想要去打一片天下的時候 這有一個人一直鼓舞你說去 可以成功的 然後不斷地鼓舞他去戰鬥 然後他就充滿了雄心壯志 那另外一個人充滿了企圖心 人生才正要開始 我非常需要權力 我想要有一班大事業的時候 你看雖然一老一少 不是搭配得剛剛好 心理的狀態 完全契合 年輕的女生有企圖 有 絕對有企圖心 他就是想要 他也 其實我覺得 他們兩個可能一開始 真的很想創造一個大事業 如果今天他們的事業創造成功了 不是像 如果他沒有經過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就是飯店 然後大家經營得非常的好 然後大家對他們寡目相看 然後他們就可以揚眉吐氣說 你看吧 我做成了 多厲害 而不會是像現在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還是覺得人生大有可為的 很想要創造一個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大家覺得不被看好 不要說不可能 不被看好的任務 那作為食尚心理師 如果這是你爸 你會怎麼跟他說 我會好好的去聽 他的雄心壯志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爸爸你想要實現 這樣的雄心壯志 你叫他八十五歲了 其實我不會從他的年齡 來看他的雄心壯志 我還是會覺得 爸爸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做 這件事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看說 怎麼樣可以幫助你實現 第一個 我不要變反對的助力 雖然這不是那個羅密歐與茱莉葉 是家人的反對 但是我知道 我學心裡很知道 所有的反對助力 對愛情來說都會變推力 把他們促成成一團 那我如果不想要爸爸 因為這樣子 而就是最後 他的人生是不好的 那我反而要去了解他 會不會有一些長輩為了顯示我雄風意在吃很多藥 會 反而傷身體 絕對會 絕對 對嗎 會喔 會喔 他們這時候可能會為了重振雄風 那你要提醒爸爸不可以這樣 但是爸爸如果很快樂的話 我是對你一個人 如果他可以追求他的快樂 從吸引的角度 我沒有那麼反對 但是就是希望爸爸 可以兼顧他的健康 因為你看喔 如果今天我跟我爸爸關係好 我勸他 他聽得到 他比較會聽進去 還是我跟他關係不好 他比較聽進去 一定是關係好嘛 所以我不會跟他破壞關係 我一定會反而努力的去聽他 然後多花一點時間在我爸的身上 然後瞭解到底 他到底需求是什麼 然後才有可能降低另外一邊的需求 要注意老爸的身體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問到 physician阿劉 appa 你 讓色宙 可以